在德州那边同修,我们八点钟是他们的七点钟,我们晚上他们早晨同时都在看,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些听众很多很多,超过我们现场。 中国大陆跟我们这里没有视察,同时都可以能看到,所以我真正学佛的同修,无论在家出家,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, 其心动念,爱护社会,爱护众生。 帮助他们都能够深信得到感乐。 这是这一位菩萨名号的老师。 第五位,庶望眼光明天子。 这个名号的意思,好啊,现在这个世界,大家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开放。 这名号就含着这个意思。 王是自在的意思。 树是尽数尽力了。 可是, 名号里头有光明。 这就正确。 光明是智慧。 如果民主自由开放,没有高度的智慧,麻烦就来了。 什么麻烦呢? 无政府的状况。 社会决定动乱。 人民会过得越来越辛苦, 会没有安全感。 。 民主嘛, 各个人都是主。 这还得了吗? 今天, 在全世界, 民主自由开放最发达的地区, 台湾。 台湾的老百姓可以执着总统的鼻子骂他畏罪。 你说民主到这个程度, 哪一个国家能办得到? 台湾办得到。 台湾的看国会开会打架。 你们都在电视上看到啊。 全世界看不到的啊。 民主自由, 台湾是全世界领导的国家,地区啊。 外国人讲民主自由, 跟台湾比差远啊。 台湾老百姓怎么样呢? 人心不安啊。 移民到外国, 在外国很辛苦啊。 我在国外讲经常常觉得, 你为什么要移民啊? 台湾没有安全感。 所以, 民主自由是个高度的理想, 不容易实现了。 民主自由要建立在智慧, 道德的基础上, 那是好。 那是真点, 民主自由开放。 什么地方呢? 玉界天, 色界天, 天人一些人。 他们有智慧啊, 有德性感。 自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。 我们现在世界上, 自由妨碍别人自由啊。 我自由一些, 你自由不自由, 与我不相干啊。 各个人主张自己自由, 都妨碍别人自由, 这个社会怎么会拨乱呢? 怎么会不天天打架呢? 不打架, 就不嫌是出民主。 那就不是自由。 自由嘛, 就天天打架。 民主嘛, 就天天打架, 天天吵嘴。 这像上升的社会。 所以我觉得, 台湾对全世界, 民主自由有很大的贡献。 那个贡献是什么呢? 叫人好好地去想一想, 民主自由开放到底好不好。 他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啊。 台湾人非常羡慕新加坡, 新加坡治安好啊。 都想到这边移民到这来啊, 新加坡地方太小了, 就限制很严呢。 那我们说佛明明了, 台湾人对人类有了不起的贡献啊。 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, 我想我的想法的时候, 帝王的那个专制啊, 比民主好。 我深深感觉到, 我还是拥护帝王专制。 我不赞成民主。 这个是, 实在讲的是, 不赞成民主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民主。 这种环境里面, 提倡民主。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 西方极乐世界民主, 最民主了, 民主自由开放。 西方极乐世界, 你看看经常给我们讲的, 人连名字都没有, 这个才叫真民主了。 你住的地方, 绝对没有什么街道的名称, 没有门牌号码, 这叫民主啊, 真平等啊。 大家相貌都一样, 无比的庄业。 所以我们向往民主自由, 念佛求生进土啊, 我们就真正落实了。 这个世界, 讲民主自由, 还要很长一段时期。 民主自由, 人民真正相复啊。 树王, 炎, 光明天子。 这是讲, 见书, 王是自在。 炎的意思很深, 这个炎后面的光明。 真正是有智慧, 真正是有智慧, 有德行, 才可以建立这个民主自由的制度。 第六证, 世心清净光天子。 这是菩萨, 真实的慈悲, 真实的智慧。 不仅仅是严教, 名号着重的是神教。 是神教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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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神教。